你好,观众朋友们,我是袁凯欣,欢迎收看领航新闻。 今天我想说的是关于朝鲜核试验。 星期三,2016年1月6号,上午10点,朝鲜宣布了他们得到了改善,终于发展了清淡。 自2006年以来,这是朝鲜第四次核试验。 这个事情从不好的情况转变成严峻形势。 据朝鲜所说,他们假如也就拥有核武器,可是清淡比传统原子武器的威力更为强大。 不顾别国的担忧,朝鲜声明他们必须继续发展核武器, 为了采取滋味措施,还有国防,面对美国增长的核威胁。 现在有可能行,朝鲜可以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到北美中。 这篇文章猜了朝鲜发展清淡的目的。 第一,威胁美国和韩国为了谋求援助和其他让步。 第二,想全球公认他们是个核国家像巴基斯坦一样。 第三,真的担心美国和韩国发动攻击。 如果导弹发射到海里,别国都可能都对此视而不见。 如果导弹发射到地里,美国可能会做出回应。 可是如果美国感到危险,美国和韩国有可能做出回应。 文章说,因为中国和朝鲜的关系,中国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较少。 可是一向保护朝鲜的中国也慢慢参加制定严厉的制裁,但不会太逼迫朝鲜。 自2006年7月以来,因为朝鲜发射了一枚原程导弹,所以各国和联合国安离会开始实施制裁朝鲜的银行、贸易和旅游。 如果朝鲜的目的是谋求援助和其他让步,如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,美国不会给朝鲜他们想要的东西。 现在科学家还是不知道朝鲜宣布的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。 有答案之后,再告诉大家。 谢谢大家的收看,下次见,我是领航新闻的杨凯欣,再见。 谢谢。